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有一天城市的扩张不再是一个常态 那会怎么样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浮现了 就比方说我们之前过去有一期是聊了大庆 其实就是在讲因为资源枯竭 然后这个城市在不断地收缩老去 然后还有最近可能大家也会讨论比较多的是人口老龄化 出生率下降的这个事实 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之后城市的人口就不会像现在越来越多 可能是会变少 那城市一直扩张的情况就不会是一直持续下去的 就是这还是一个复杂问题啦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龙英教授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他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以及北京城市实验室的创建人与执行主任 之前我们在采访摄影师陈恩辉的那一期中也是提到过他 哈喽龙教授您好 嗨 各位好 就是我还挺好奇的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想要研究这个现象的收缩城市 对 这个收缩城市并不是我们有意要做这样的研究工作 也不是我们有受资助的科研项目 对 这个项目在议席那个报告上我所说的一样 当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数据分析当时很感兴趣 哪一年开始 大概是13年底的时候 然后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比如说在英国 在美国 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统计 可视化 当时特别火 所以当时我们就刚好获得非常细致尺度的五谱和六谱 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 对的 对的 因为每十年中国要做一次人口普查 但是现在刚好做了新的人口普查 也刚刚发布了一些省市层面上的资料 所以当时我们是根据数据分析这样的方式 我们对比五谱和六谱 中国人口 在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尺度上的分布 但是之前您做的研究 其实是跟这些数据分析这些人口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您之前一直做的是 虽然是城市规划 但跟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五谱六谱分析 刚好是中国整个全国的 当时的背景是我在北京城市国画院工作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我04年到15年底的时候一直在那工作 所以呢我们做的工作也会用到人口的数据 当然我们因为国画院的性质嘛 主要做的北京的工作 所以并没有发现对比整个全国五谱和六谱数据 看到很多地方人口密度在减少 很多中小城市 人口数量在五谱和六谱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 所以这是我们发现 所谓的数字城市在中国存在的一些最开始的一个模式吧 所以就是2013年的时候你们突发奇想 说想要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对照一下 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的变化 对 因为刚好有了五谱和六谱 在国家统育局的网站上刚好有 我们用一些技术的手段 我们把它数据获得过来 同时又把它MAP画到这个空间上面 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数字城市 我说这个还特别有兴趣 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和我们做北京的人口的判断很不一样 对吧 当时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原来中国有很多地方人口在收缩 对 当时我们很少意识到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野老 一个是我主要在北京工作 关注的是北京这个城市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主流还是人口在增长 很多城市要控制人口 有一定的说法 甚至是人口在是负担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 当时整个国家的主流还是 人口产生化率不断上升 人口往城市来走 很多城市人口几乎都是在增长 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一些报道 说中国很多城市人口发生收缩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我们的直观感受也不一样 我感觉好像就是2010年之后的 这个十年真的是飞速发展 各方面包括移动互联网也起来了 所以很多新兴事物发生 就觉得那是一个黄金十年的感觉会有 对 如果说黄金十年 当然我个人观点可能是 从我04年工作 我认为开始 就是黄金年代的一个开始 对吧 特别讲天年开始 或者是稍往后一点 从05年 对吧 因为当时很多中国城市 新版的城市总理规划 一般都是04或者05年开始 对吧 当时我们做那个城市总规的时候 也很难说预料到04.05年之后 中国的城市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特别反映在生活品质的改善 新旧环境质量的上升等等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 利益中国城镇化的黄金的时代 可能是05年开始 可能是更合适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对 我认为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我也经常出差开会 看到中国的三线城市八线城市 对对对 生活品质都发生大规模的改善 这是世界之初的时候 是很难想象的 对 真是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 每年夏天的时候 可能会去我老公那边的 就是公共婆婆家那边 他们是在一个县城 在湖南 之前去的时候 感觉路况啊 各方面还都很差 当然到前几年去的时候 高速公路也修起来了 然后像碧桂园啊 这些楼盘 在他们县城里也有 我就觉得 哦 原来这个小县城已经就像 可能十几年前的一个 一个正常的小城市的那种感觉了 就体感还是蛮明显的 对 我也有同样的 是吧 中国城镇化 总体上来说 虽然我们刚才说 有很多收藏城市 但是我认为 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之巨大的 对吧 里面我们说有一些地方 人口在变少 但是它的品质还是在改善 以公园啊 绿道啊 等等工夫设施 还有社会保障 所以2013年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数字的时候 那个应该是挺震惊的是吗 对 因为我们是用 五万个乡镇街道办事处的数据 然后刚好有中国 每个城市的行政范围 就是市区的范围 或者市下去的范围 英文就是city proper的范围 然后我们就知道里面 每个市区在2010年有多少人 2000年有多少人 然后中国当时有650多个城市 我们发现有180个城市 人口没有增长 相当于人口在下降 当然当时也没有少那么多 并不是像我们最近 也在对新的人口普查 就是2020年和2010年在对比 很多地方 其实现在在网上 也有很多报道 能看到省的层面上 很多城市人口 比如东北三省 特别黑龙镜样人口少了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也在 这个地基市 prefecture这个层面上 来做对比 也发现这个人口 收的城市数量也是很多 但是这个人口流失的比例 程度在变大 原来可能少过2%的人 现在可能少了12%的人 对 所以也能够看到 当时我们的发现 和现在过去的10年 趋势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程度可能是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当时您在看那个 就是中国有那么多 收缩城市的时候 有没有让你一些 就觉得不太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的这种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报告当中说 像伊乌呀 或者是江苏的某些城市 我们会觉得 它不应该是个收缩城市 但是实际上它也发生了 对吧 对最开始 当然我们是识别出来嘛 当然数据分析嘛 或者数据科学家 当时比较初步的 只是数据层面上知道 哪些城市都在少啊 少了多少 在哪里 背后的原因呢 这比较复杂了 对吧 当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当时1415年写论文 我们也致力于 把它归纳成为几个原因 当然当时认识还不够深刻 但是后来我们又获得 国家自助的项目啊 比如自生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 专门自助我和我们实验室 来做中国收缩城市的识别 空间表征和国家设计的响应 所以在这个项目支持下 后来又有别的 比如说部委的项目啊等等 也支持我们实验室 开展这样的研究工作 然后呢 我们才有机会 做了一些大规模的这个调研 比如说我们实验室 差不多每年都会往一类 或者是一个主要的收则城市 做调研 像场踏刊啊 我认为这个还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有一些非常形象的一些认识 背后的原因还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最开始挑的是 哪个城市去探查 我们最开始去的城市 如果我老家那个城市不算的话 我说东北这个杰军省的四平市了 你老家 对 我们最早去的城市还去过多次啊 后来 包括刚才您说陈荣辉老师 对吧 成了他的空城记 主要就是在一春拍的嘛 对吧 一春 但是后来他又去了一些别的东北的城市 所以我最早选的是一春这个城市 刚好当时我们系里面有一位 有另外一位教授的博士生 他在一春做这个暑假社会实践 然后在那边呢 也和一些政府官员啊 做一些辅助性支持性的工作 所以和当地有些联系 后来我们一块去了一春这个城市 所以说第一次去一春呢 是和他一块去了 当然后来我们又和市政厅 澎湾新闻去过一次 后来呢 我们又和MIT的老师也去过一次 MIT 麻省理工吗 对 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城市规划 与城市研究系叫DASP 对 有一位这个Brand和Ryan教授 一块我们去的 刚好后来我们有一个中美的一个合作 专门要做中国的手则城市 和美国手则城市的比对的 这样的研究工作 OK 所以当时去了一春 一春应该是在中俄边境吗 一春应该北部是有点边境 对 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突出 它是一个边境城市 OK 对 它是一个以林业资源为主的一个城市 它属于国家的一个资源固定性的一个城市 它的资源像鹤港就是煤矿了 对 对吧 黑龙江江省有四大煤城 对吧 当然一春呢不一样 它是林业资源 最开始一春也没有多少人 后来因为发展林业砍发树木 然后呢 作为一种资源嘛 然后外运 所以呢 有很多林业工人 在那边形成了很多林场 后来呢 林场慢慢形成了一些小的城镇 最后呢 一春就变成好多区 都是基于林场来这个设立的 所以这是一春整体上和四大煤厂 还是不太一样 当然后来人少的原因是国家不让砍发这个森林了 对 要像习总说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对吧 当然他们当地也在说冰天雪地 也是这个金山银山 后来就不让砍发资源了 所以说有些人呢就走了 所以人口呢还是收缩了很多 所以当时你们去探访 就只是还是为了去看这个城市收缩的表象是什么样 还是说你们试图去挖掘更多的东西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项目的支持 所以那次呢主要还是首先看看热闹 然后也和当地的人有些稍微的讨论 并没有政府层面上的 后来我第三次我们去的时候是和安排地的教授 当然还有东南大学 后来这位博士生去了东南大学做老师 然后呢我们一块在黑鲁温江 在一春市委的支持下 我们做了一次多日的现场踏探 所以呢和政府有点讨论 也和老百姓呢有些交流 所以那次印象应该更深刻一些 然后是得出一些会有些什么结论 或者说下一步的动作之类的吗 对实际上因为一说到收缩城市呢 这个下一步的动作或者说做一些改变 对吧这就涉及到这个收缩城市如何来应对 对我想这个还是无论从国际的经验来看 还是从国内的当时的现状 有一定的难度做一些改变 因为在131415年 当时那个时候主流的中国城镇化的声音 还是差不多是发展和再发展 对吧 比如说国家新银城镇化的规划 当时的政策是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 比如说北上广啊 不能有那么多的人 对不对 我们要有一定的城市规模的控制 在人口和空间发展上 但针对中等和小城市 特别说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但反而呢 就像这种收缩城市 很多都是中小城市 所以国家基本的政策主流支持呢 也是说要大力发展这样的城市 对 当然就和它的现实呢 比如说有一定的这个不同 就类似于它惯性 它的历史的发展态势 和它未来被希望的模式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如果画一个曲线的话 可能是先人口的下行啊 然后还希望它有这个人口往上来发展 有些政府主动说 未来我们要正视人口流失这样的态势 比如说我们在做城市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现在变成国土空间规划 比如说未来我们要人口再继续减少 其实很少 对 在官方的一些发展规划里面 很少来说主动做人口收缩的 在未来 就当时一春的政府肯定也还是说 我们的一春市居民还是要往上走 对 他们当然这个 我们做调研的时候 没有明确这么说了 实际上后来反映在一些城市总体规划 空间规划上面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这也是这个中国这个规划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 还是为了增长而规划 而不是适应收缩的规划 对 那除了像一春这样的是因为资源 就是这个大家很好理解 因为资源浩劫了 所以可能支撑不了那么多就业了 那还有其他种类的收缩城市吗 对 资源型的除了一春这种呢 像刚才我们也说了 黑龙江四大煤城 还有玉门的石油 这都是因为资源固结型造成的 其实除了资源固结型 像我也有合作者 比如说现在首都天津贸易大学的吴康教授 他长时间在观察 观察义乌这样的城市 比如义乌刚才你也说了 对对对 特别惊讶 对义乌 然后我们还有同行在关注东莞这样的城市 其实人口也都 东莞人口也在变少吗 对 东莞在一个时间段人口是在变少的 但现在应该恢复过去了是吗 因为有感觉好像华为什么 是不是搬了厂过去 最近我没有怎么观察这个东莞了 所以有一段时间 因为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然后全球贸易 你说08年的时候 对差不多 东莞比如说特别是义乌 也人口还是发生了一定的下滑 说原因可能像根据吴康老师的研究工作 义乌就属于因为贸易的原因 对吧 让一些从事贸易行业 国际贸易相关的人员 离开了义乌 东莞是另外的原因 原来我们一说到东莞 很多时候说打工妹等等 有大规模的流水线的工人 产业工人 那么东莞后来实际上 现在也正在发生 我认为 在很多中国的工业园 产业园也正在发生 就是因为科技革命 带来的这种自动化 对吧 机械人来代替传统的人 来生产 代替流水线的工人等等 所以呢 就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了 对 反而是在一些设备 高度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它就可以 比如说一个车间 传统上有500个人 现在可能有10个人 可能就能够够了 所以这也是一类收缩的原因 所以这个就更加像是 美国的绣带发生的事情 对吧 美国绣带 对他们也是产业人口的流失 当然他们当时 我们也去了绣带考察 刚才我说了 我们和Brandt Rhein 就是MIT的教授 马上理工学院 考察了两周 李特利 皮兹堡 杨斯顿 克里弗兰 弗林 当然最后我们到 水牛城 布法罗 对 我们也考察了两周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对比 当然这个可能都是产业工程少 但这个背景不一样 我们是地球换人 因为第四次的科技革命的影响 而美国绣带应该 主要还是因为产业的大转移 对 全球化 对 全球化 这个方面造成的 对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可能基本上也是反映的人口优势 对 我还记得当时那个 应该是在13年的时候 我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 是发现绣带的有一些工厂 就转移到了南卡 就是因为那里没有工会 这当然就是又是美国的另外一个 就是比较跟中国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有工会成本就高 没有工会成本就更加低 对 对对对 这美国肯定有这个国内的转移 也有这个跨国的这种产业链 它的模式的一些转移 所以义乌像义乌跟东莞这样子的波动 就是如果要做预测 因为刚刚你有说的像那个林业那种资源浩劫 你就知道它的人口会一直往下去 就不太可能再升起来 因为整个产业就没了嘛 但像东莞和义乌就可能更加难预测 对不对 就是可能比方说这几年电商火了 说不定义乌就又起来了 华为搬了个厂过去 就可能东莞人又起来了 对是这样的 刚好因为是吴康老师 手机帽的吴康老师 他研究东莞 刚好我今年大概两个多月之前的时候 春天的时候 我也访问了浙江的金华 刚好路过义乌了 也遇到了义乌国家局 国家院的一些同行 对吧 他们也和我说 义乌正在发生的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电商 直播呀 新的一种商业的模式 或者业态 也正在吸引很多人呢 又来到义乌 所以义乌实际上过去两年 那个人口是在上升的 当时吴康老师观察到的 义乌人口的在变少 实际上后来 现在看是反弹的 现在又反弹 对所以这就是 我们说数字城市的时候 到底拿多长的时间窗口 来看待这个数字城市 但国际上有说两年的 有说五年的 这么短的区间 我还以为是更长的呢 就你说到两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 真是太短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城市是不是 它也是一个 不是那么刚性的 对所以我们 每次人口普查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 来观察中国的人口的 这个分布 对 当然说到人口普查 还有另外的故事了 对吧 普查普查是 这个所有人都应该被调查 但是我个人貌似 还从来没有参与过人口普查 是吗 对 你说没有被调查过是吗 可能没有被主动被调查吧 可能单位帮着报了 或者什么 也有可能是这样 当然有时候我也开玩笑 我说普查普查 没有普查 然后有一些个人 我还做过普查员呢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就是正好参与了 应该是第五次人口普查吧 所以我是一个志愿者 2000年 对 我是一个志愿者 所以就是我们学校周边 划了片区 然后我们要去上门 去询问很多很多东西 对户口 对 就我还参与了一下 对 那还蛮有意思 所以总体上我认为 就是虽然普查 有可能有一些遗漏的 但是基本上中国人口 有任何普查的 这个年份是更可信的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实验室也在抓住 这个窗口 我们致力于用新的人口普查 来看一下中国这个国土上面 在过去十年 它的一个变化 城市人口的 汇集的程度 或者是收缩的态势 因为当时最开始 很多这个媒体上来 在传播我们做的 那个研究工作 那还是20年前到10年前 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景观的 一个状态 对 只是看到了一个 那个更大的趋势 但是可能更细的 下面也没有 就比方说 刚刚我们说 可能它可以分类为 资源枯竭型 或者像义乌 这种产业转移型 还有什么其他的分类呢 对 当然还有一些城市 因为比如说 离特大城市特别近 所以说人口 都被吸引到特大城市 也是一种可能 最近不是有很多 北京周边 对 最近不是有很多声音在说 比如说一些小城市 特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小城市 修了高铁之后 这个很容易造成 人口的这个流失 比如说原来 这个走着大山 可能要走 传统的这个公路交通 可能要走十个小时 流高铁之后呢 一个半小时 所以这个更容易 把人吸引到大城市 打工啊 工作啊 或者养老啊 等等 各个方面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一类 可能最早做城市收缩 应该是西方的一些国家 然后他们可能是 有他们自己的担心 就是相比较过来看 中国其实跟他们的 这个阶段还不太一样 中国因为毕竟 还是经济高速发展 所以我们在进行 这个城市收缩研究的时候 其实是在担心 什么问题呢 在我的实现之中 因为我在城市规划系工作嘛 我们在的这个学科 也是城市规划学 所以呢 我们传统 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的范式 是为了增长而规划 包括吴富龙老师 也有这个一本专注了 就是关于是为了增长而规划 也就是说 我们差不多原来 所有的城市规划 特别是总体规划 都是这个人口都是上升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做这工作 一个方面的考虑 就像希望工厂师 让当地政府不断来发出我们的声音 让他们认识到 这个人口 城市的人口 并不是一直都会上升的 所以正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或者是一种规律 然后再来做适应 人口流失的规划 实际上也是一种思路 像你刚才说的欧美的模式 在应对人口减少 对这个我们这个阶段 确实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们到美国秀代城市去访问 类似于他们很多地方 有城市空间大量的空置 空地 房屋的空置 飞机的建筑物 对吧 实际上他们很多 是曾经发达过 我们有一些中小城市 还没有达到那种 特别发达的状态 人口在发生这个流失 所以造成 这种空间表征还是不太一样 对的 所以就是那个 就国外的哪些研究 其实现在是可以 挪用到中国来的吗 我想 如果不说距离某一个研究工作 我认为有一个方面 可以让我们借鉴的 就是实际上 也就是说学者如何和政府 再来做一些对话 对吧 像我刚才说 中国呢 我们一说的人口流失 收缩 一般学测者 也不是那么 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让人乐观的一个声音 所以说呢 有的还谈不上来正视 一个城市的人口的流失啊 等等 所以实际上在 特别在美国 也发生过这样的阶段 最开始是排斥啊 对吧 觉得你说我们这个人口少 未来人口还少 实际上 当地的一些决策者 也不是那么喜欢 那是哪个年代了 那个 那应该要 可能要回到五六十年之前 这样的一个态势 就是二战之后的 那个彭博期 对 然后之后这个发生一些产业 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 所以也发生过这种 从排斥啊 到正视啊 到接受啊 到适应啊 等等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想我们在国内 可能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其实从政策上 比如说国家发改委 最近几年也都发布 新型城市化规划的 年度实施的计划 里面也把收则成是要正视 人口流失这样的态势 放到了里面 比如说要这个适当的发展 也说到 至少收则成是这个名词 也出现在国家的 这个政策的文件里 对 所以我想 这个中国的整个大环境 随着从03年开始 我们做这个方面研究工作 1908年这样的时间 政策环境 对这个也是越来越包容 这个当我们对比中西方 我相信 这个在政府如何来应对 如何来 在看待收则成是这样的事 可能也会走这样的一个 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思维方式上的 对 思维方式上的一个变化 然后另外一个您说 有什么可以见见过来的 其实 在如何应对收则成是 我们到秀代考察 有一个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 对绿色基础设施 比如像您这也说 在这个南卡 还有一些美国城市的一些访问 对实际上美国秀代城市很多 比如说跌头绿原来很多 通用福特他们的一些产业工人 他们住的一些房子 后来因为这个产业的转移等等 这个房子就控制了 控制了之后 这就造成 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没人了 然后草坪也没有人修理了 杂草丛生 整个房子的地面 甚至都被一些藤蔓植物所覆盖 就造成非常萧条 让人感觉到失落 产生 比如邻居看了 可能就不是特别高兴 比如说对吧 或者是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 你的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房子 对吧 然后你这个独山提神 住在你的这个物业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叫鬼屋的感觉 对 所以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模式是 当老百姓都很抱怨的时候 说这个 他破败的这个场面 希望政府把它拆除等等 那政府一般的时候 实际上这拆除也是需要费用的 拆除之后 那这个如何来做呢 不可能像这个在北京 比如说胡同里面 我们拆了一个胡同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城市再开发 城市更新 城市改造 那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一般的时候 都把它做成城市绿币 它就是维护一下 变成草坪等等 对 所以绿色基础设施 在美国收的城市被广泛采用 就是因为房屋的空置 空置会代表 反映着一种萧条破百 对吧 造成物业 周边物业的价值都会下降 所以这个老百姓们都很在乎 它外在的表征 所以呢 拆了之后变成绿币 就是还可以 至少从观站上 不至于特别差 然后还可以这个玩玩 三三步等等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绿色基础设施 在美国的一些城市 被大规模的使用 当然也有一个lot 就是一个小院子 一个小院子层面上 也有大一点的 比如说把整个一排房子都拆了 变成一个小的绿币 一个小的公园等等 城里面是这样 有的城外面的物业 如果控制 也这么来做 我们这个节目 曾经讲过一本书 叫夏成年代 其中有一段讲的 就是杨斯顿的一个妇女 然后她是 因为她是从她的祖母 开始讲起 那时候杨斯顿 怎么是一个工业城市 即使她只是做一个 女佣的角色 依然能够养活一大家子很好 但之后经历了 怎么样的破败 房子也被砸了 然后现在这个妇女 就已经是年纪中年 或者年纪更大一点 她在做的事情 就是成为了 这个社区的领导者 然后有一件蛮关键 她会做的事情 就是带领周边的居民 去开辟这种小的荒院子 然后算是城市garden 和那个community garden 然后种一些蔬菜 或者好看的花之类的 就这一段 给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 就只是 当时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特别 理解它的意义 就为什么它要成为一个 类似于民众运动的 很关键的一个动作吧 那你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对 所以绿色基础是 在美国的时候的城市应对 还是非常普遍的 城里面的 比如说 Downtown 稍微靠城里面的一些 住宅 一些建筑物 拆除之后 一般的有的时候 会变成绿币 有个别的 像你刚才说的 比如周边邻居来种种菜 对吧 然后有个社区的自治 社区的变成邻里互动 对 这样的一些行为 然后说通过这些行为 还能够彼此 就是好像打打劲 Cheer up 然后形成一种更好的 更良心的社区关系 对 这个本来我们 以为中国的收拾城市 人口流失城市 在这个方面应对 还是比较有限的 当然后来 头两年我们到了鹤港 发现 这个绿色基础设施 在鹤港的人口流失 会应对收拾城市的 一种空间的手段 在中国的黑龙江省的鹤港市 用的还蛮普遍的 鹤港是一个产煤地 对吧 对 是四大煤厂之一 然后因为整个城市 东侧那一个带状的 这个煤矿 枯竭了 后来也不让采了 就造成很多老百姓 很多居民的流失 然后同时后来 因为东北有一些 朋友去改造的一些政策 国家有补助 然后呢 在鹤港 其实很多原来产业工人 这个煤矿 采煤工人 住的是 朋友去就是东北那种平房 冬天这个很冷 要自己来供暖 然后也没有山下水 所以呢 朋友去改造 在鹤港呢 相当于拆了很多 这样的朋友去 拆了之后呢 又不需要 这样的土地 来盖商品房啊 来盖一些新的住宅 和公共设施 所以造成这个地干什么呢 他们现在很多的 都变成大的公园啊 有体育公园 有带状的公园等等 其实变成 我们也做了统计 鹤港的绿色基础设施 在过去的五年左右 还是有百分之 百分之五十 还是多少 这样的一个上升 就是长期比比 大规模的出现 这比我们在 杨斯顿啊 在克里夫兰 弗林特所看到的 绿色基础设施的规模 要大得多得多得多 那这应该就是 中国的政府 跟那个美国的政府 还是不一样 它能动用的 这种资源 也是不一样的 更加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 对 决策的模式不一样 当然另外一个也是 原有的建筑的形态 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棚户区的改造 居住条件很差 所以整个呢都不需要了 只要拿百分之十的 这个棚户区的土地 来盖一下回天房 可能就够了 对 像美国那个就是 是一户一户来拆除 所以这样说来 就是中国在这样的 那个经济 还在高速往前发展的阶段 就来解决 现在已经有的收缩城市 特别是这种资源收缩型城市 还是有优势的 毕竟就是纳税人的钱 还是可以够 比方说棚户区改造 你也是需要花钱 对吧 可能这是一个优势所在 这个棚户区改造 是有中央的政策的 因为棚户区改造 不是靠地方政府来 付这个费用 是中央的财政的 这个转移支付 和这个补助来做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 棚户区改造 这个政策 现在貌似 这个已经没有了 或者很少了 现在这个方面的政策 变成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政策 就是老的一些楼房 居住小区 要品质提升 现在筑田部主要在做这样的方面工作 也就带来一个可能的问题是 这种严重依赖中央财政的这种模式 对吧 它也不是一个非常可以持续的 当然好处 在东北的一些收的城市的朋友 也可能被处理的差不多了 所以其实这个的前提就是 像赫港这样的政府 他们已经有了 刚刚你说的那种的思维模式 就知道自己这儿的人口 肯定是收缩的 然后它已经做出了一些调整 不是人口增长的这样的规划 而是一个收缩的规划 对吗 那也不是 因为我说赫港 这个绿色基础设施 做的规模很大 翻完很广 对美国那个一户一户拆 然后变成绿币 这种规模要浩荡的多 对吧 这个背景并不是说 政府开始证实 因为有棚物区改造的政策 它拆了棚物区 又不需要这个地 所以它把它做成绿币 就是政府的维护成本很低 同时以后如果再有一些产业项目 有个例子 还可以很快的再用这样的土地 因为上面没有盖房子 这是为未来的发展 提供一些弹性 所以政府我认为 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一种行为 对吧 非常智慧的一种行为 当然也并不是说 它直接证实说 未来人口 这个人口已经变少了 变成绿币 因为它便宜 对吧 因为你把一个地拆了 你把它盖成这个商品房 公共服务设施 那这个成本要很贵的 最终绿币也稍微维护一下就可以了 老百姓还高兴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也弹性的 为未来发展又留有可能的一种处理方式 所以我想总体上 我认为绿色基础设施 这样的一个空间应对的策略 在中国应该也是非常适用的 当然了 后来我就感慨 这样的一个策略 来到中国 对吧 来到中国的收责城市 发生了一些转变 从规模上 从布局上 从实施的模式上 都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转变 当然这看起来都是绿色基础设施 但赫港不是在学他们是吧 这个就是自发的一种智慧 对 这个学没学呢 我还真没有 这个问过赫港的决策者 对 应该规划部门也有所了解 对 我们和他们国画院 有一些这个联系 原来还支持了我们 做中国首次的中国收责城市 工画设计的工作坊 也是和他们工画院来合作 是先做工作坊 然后才有这样的绿地规划 还是说他们已经有开始 这样的规划了 然后再做了工作坊 是我们到那之后 我们看到人家已经搞了 很多绿色基础设施了 OK 并不是说我们搞了工作坊 我们的成绩 是这个把绿色基础设施 这样的空间策略 引入到中国 这不是这样的 对 其实地方发展 也是很有智慧的 我认为 所以对于大多数的 就我们且不说那种特大的城市 或者是那个新兴起来的 发展很迅速的城市 我们说普遍的这些城市 小一点的 对于政府而言 为什么去转变这种思维 是蛮挑战的一件事呢 因为整个大的方向 也是为了发展嘛 是不是官员的考核 也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虽然有很多声音在说绿色GDP啊 等等 总数据也在说绿水金山 也是金山银山 对吧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 惯性啊 路径的依赖 对吧 还是认为经济的增长啊 人口的上升啊 烧体蓬勃啊 这是一个每个城市都应该追求的 可能一个自然规律是 有一些这个变化 是我们人力很难来扭转的 就很难来战斗未来 比如说说未来要发展 它就能发展 这个不一定 对 比如说我过去 我的体重增长了多少 对吧 然后我有一天说我要减肥 然后我这个未来 比如说自己中年就能下来 对吧 有一些是路径的这个依赖 当然也需要时间来等待 如果你想来战斗这个收索 比如说我们要吸引人再回来 比如说德国来比西洋 有一些 在西欧的城市 让这个收索城市的态势 就发生扭转 这也是有的 但我认为总体上 这比例不多 多数还是维持在过去人口 这个流失这样的一种模式 所以你们要做的事情 会需要给 类似于政策的制定者 一个指导一样 就比方说他们知道 我这个城市是可以 在有新的产业 起来吸引人的 还是说我要做好 人口收索 就比方说像义乌这种 如果他就已经在想着说 我要收索 这个可能就不太对 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 原来所在的那个 电子商务的这个基础 还在这 对 所以对于我们做学生研究 我认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呢 我们很难直接和地方政府 来对话 说你未来呢 我们判断说你未来 过去人口再变少 未来人口也不会增长 然后你该怎么办 怎么办 因为现在主流声音 还是说要发展 发展 现在我觉得 如果这么去说 就有点像是那个 春秋战国时候 去跟楚王 或者哪个王说 你有重大的疾病 扁鹊见蔡桓公 对 就类似于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 我们更愿意 在这个全国这个层面上 和一些部委 和一些学会 做一些这样的讨论 包括现在我们实验室 也在承接 这个国家国土空间国号局 的一个项目 就关于这个收则城市 在未来的一些态势 如何来应对 我认为在国家的 这个层面上 在学术研究 这个层面上 对收则城市 还是不排斥的 大家也基本上 接受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并不是每个城市 未来人口都要增长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做了一些 学术研究工作 和一些中央部门 部委学会 也做了一些对话 希望把我们的声音 传达给他们 把一些客观发声的 未来有可能 或者经过一些科学研究工作 未来可能的一些预测 或者分析的结果 来传达给他们 然后他们再来 做相应的这个决策 等等 像这个是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很难说一个 和地方政府 来做一些对话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也致力于 在一些学术研究上 或者通过工作坊等 来探索 如果人口流失 或者是如果 未来人口还不增长 那我们从空间发展上 该如何来适应 对 当然这个比如说 地方政府 或者地方的各个工发师等 在地方能够 他们看到了 他们可以做一个参考 把它做一种 这个手段 纳入到他们 在当地发展 方案的指令上面 比方说 如果他们的思维 已经转过来了 知道这个城市 的人口就在收缩 就通常会给他们 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 城市工发上 其实我们的城市工发原理上 也很少来说 或者在学校的教育里面 很少在说 人口变少了 我们该如何来规划 但是现在国际上的一个 有两个主要的一个空间的策略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 这个绿色基础设施 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 因为它便宜 它弹性 它适应性比较强 同时还是为未来发展 可以作为备用地 等等 一旦人口再回到这个城市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绿地 比如说作为一种发展用地 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空间策略 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空间策略 就是这个合理规模 我举个例子 比如北京现在五环之内 都盖满了房子 对吧 有一天多平方公里 规模很大 但有一天 北京的人口少了50% 那这个时候政府财政 收入也少了很多 那这个时候 政府可能会认识 我如果整个服务 整个北京五环范围内 是成本过高 那这个比如说 有一天合体规模的 这个政策是什么呢 说这个OK 说四环到五环范围内的人 你最好搬到四环以内来工作 那这要怎么搬 对 合居住 比如四环以内 有很多空的房子 这会想 因为人口都少了50% 然后呢 比如说通过一些置换啊 等等类似于 就是把政府服务的 城市的范围缩小 这样呢 它的一些 比如拉低的收集啊 对吧 这个一些公共交通的服务啊 基础设施的服务 就不用覆盖那么大 所以就可以 少一点范围服务 对于它的成本控制 是有好处的 其实在日本的 北海道西章啊 这样的一些小的 一些城市 也有这样的讨论 对吧 也正在这样来做 所以他们那边 是出现了什么状况 他们也是人口少了很多嘛 就因为老龄化 太严重了 对 他们老龄化比较严重是一个 所以呢 就是政府财 财力无法 难以为继 对吧 如果还服务传统 那么大范围 那可能这个品质 质量就下滑很多 所以类似于合理规模 就指的是 缩小这个城市的规模 来适应 这种人口的流逝 这个就有点像 我们之前 可能在新闻上 听说的说 之前有一群人 是住在山上 然后政府动员 他们搬到山下来 然后给他们一片地的那种 就有点像这种 对吧 对 如果这么一体 可能有点相似 对吧 因为这个提供全覆盖的公务服务 这成本有的时候上很高的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模式 还有什么政府可能可以去做一个指导的方案去想的呢 对 刚才我说的这两种呢 主要还是针对于适应这个收缩 比如说 我就认命了 我就认定了 回来人口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再回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有绿色技术设施啊 合理规模或者经典规模 这样的一些空间策略 但是还有一种模式呢 是另外的一种选择 政府说 或者是当地这个老百姓也都不认可 说我人口就这样少下去了 未来还要有发展的机会 对吧 对 那这个时候那就是别的一些政策了 自己的次力经济啊 产业的发展啊 招商引资啊等等 你说德国来比锡的那种模式 对啊 比如说宝石街来建厂 宝马来建厂 欧洲卫或者对吧 比如说到那来举办 有些出版业在那的发展等等 我感觉像可能 中国大部分城市想的是这种方法 总觉得说 再建一个产业园 招商引资一下 我们的经济肯定是GDP又能够跳一跳 好像大多数还是这种想法 对 多数是这样的 对 多数是希望 至少在规划层面上我了解到的 就是在空间规划啊 对 希望有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像您说的招商引资啊 包括现在高旅游啊 文化创业 创意啊 拥抱新的科技啊等等 比如说自动驾驶的GDP 对吧 人工智能的产业园等等 对 差不多每个 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大力发展 要大干一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吧 我认为 对 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不对 因为你要发展经济嘛 不认命 对吧 这些挺好的 对 就凭什么我们现在就做不起来 就要让旁边的那个线的GDP超过我们 工作支持呢 支持这个更好的城市的发展 比如趋利避害 对不对 至少让大家最认识到 比如说你如果不正视 可能未来 如果决策食物可能会造成很大浪费啊 等等 最近也在说很多控制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对 都在城市控制 当然我们控制呢 有两种 一种住过人的这个地方控制 这和美国也差不多 还有一种就是从来都没有这个住过人的控制 就是新城新居啊 其实很多数字城市也有这样的 盖了很多房子 从来都没有人 从来也 短时间之内也从来都不会有人 这个来住 所以这个我们实际是 现在不要关注这个方面 就是空间表彰这个方面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说到那种非常小的小县城 有各种各样的楼盘 我觉得那个是有点恐怖的 因为如果是建在大城市周边 我们知道肯定是能够住满 但是如果是小县城那儿 是不是能够住满 他们为什么不到 就更大的一点城市去买房 他们会让小孩子还留在那儿吗 就我觉得这个是挺怀疑的 对这个我在旁白新闻市政庭 也发过一篇文章 写的是我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小镇 就石岭镇 在四平市 然后它就是发生这个人口的流失 社会生态发生很多变化 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 在县里面的工作 在这个镇上工作的人 都到旁边的市里面去住 然后现在住在这个镇上的人 都是旁边农村过来的 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的传导 当农村没有人了 这个镇上也不会有什么人了 当这个镇这个没有人了 对吧 县城也不会有什么人了 县城没有人了 城市也不会有什么人了 像那篇文章还有很多人在看 对吧 然后我也遇到有老师说 上城市国家园里这个课 作为这个课文阅读的一个材料 所以这个就是你回家去的时候 看到自己曾经待过的学校 空荡荡 有感而发的一个事 对因为学生这个人口少了很多 学生术 就班级不需要那么多班 少了很多学生 对吧 因为你想学生少了 这还是一个非常 比较明显的一个指争的 对吧 就知道原来有多少个班 现在有多少 原来十个班 现在五个班 对吧 这是最直接的 对另外一个 我们看原来天明节的时候 扫墓 对吧 这个烈士林园 对吧 现在也有些破败的一些场面 对吧 炸草丛生啊 太阶破损啊 等等 对 反正让我感触还蛮深的 所以我们收则城市呢 头一些年 我们关注怎么来识别 到底有多少个样啊 在哪里啊 对吧 类似于13年 我们最开始做的那个工作 然后后来也做了一些探索 工画设计上如何来应对 比如说我们通过中国收则城市 工画设计工作坊 在鹤岗 我们这个一共有十多个学校 一块在那里 做了一些探索 就工画设计上如何来怎么办 对吧 因为工画原理上都很少有 有这样的一些讨论 对吧 学生们也在这方面受的教育 这个思考也比较有限 所以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 我们实验室特别关注 收则城市的空间表彰 如何来客观的来把它测读出来 类似于空间破败啊 房屋空置啊 建筑物的荒废啊 城市空地大量的剩余 对 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 因为这是你来到一个城市 特别是来到一个收则城市 第一眼这个看到的 对吧 走在马路上 你看有很多房子都倒了 有很多房子杂草充绳 有很多地都空着等等 有很多烂尾楼 对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关注这个 这样的问题并不光在收则城市有 其实在北京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那对 我看到你的论文说是城市失序现象 对 空间的脏乱差啊 对吧 这很多 很多城市都有 但是收则城市相对呢 是更严重一些 但是它表征出来了之后又怎样呢 是说那个可以让政府官员作为一个计量表一样说啊 如果这个到达一个某个度 那可能我得引起警惕了 我就得认为我们的城市是收缩城市了 是这样吗 在城市空置或者说空间表征问题这个方面上 就是说我们也比较有意思 我们非常关注以问题为导向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市序对吧 市序就是脏乱差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废极的建筑物对吧 这也是一个表征 还有空地对吧 土地的这个荒置 一个地块啊 一个block 一个街坊 这都是空间的问题 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个 当然这个方面像您说的 这个还是属于第一步 对吧 我们致力于回答我们的空间 有什么问题 就是什么 对吧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可能会关注为什么 第三步才是怎么办 但是这个阶段呢 我们正在研发 应用大数据啊 人工智能啊 深度学习 穿戴设备 物联网等等 这样的方式 来帮这个一些城市来回答 它空间上的这个问题 毛病到底有多大规模 哪些类型 在哪里 然后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表现 小的分类啊等等 对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这个第一步 我认为第一步 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的城市还没有意识到 它这个城市空间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对 所以我们致力于把它刻画出来 就类似于像回答你这个城市空间 一个城市空间方面有什么病 但至于开什么药呢 或者为什么得这个病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来探索 对 对 就是我看你那篇论文的时候 因为它是以北京为范本的 我看的时候我就想到 其实北京的确有很多也是空置的 就比方说几年前 像那个中关村那边的海龙呀什么的 就是PC年代 红红火火的过去之后 楼就空了 我记得还有一年夏天 我应该是从他那里过加勒福 下面有大片大片的商区 但就已经灯都黑了 我要穿过一个非常黑的隧道过去 才能到另外一边之类的 然后还有我记得应该是大屯路那边 似乎也有那种楼是空置的 所以其实在北京这种地方 外面全都非常繁华 某个地块非常繁华 但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像小岛一样的地方 也是面临 我们不能说收缩吧 但是就是有问题的 对 这种城市空置现象在主要城市是广泛存在的 所有城市都有 当然在收缩城市更明显一些 比如甚至比如说头端深游到西北 西北有些小镇呢 那可能彻底都没有人了 完全没有人了 对完全没有人了 然后呢有一些小的城市呢 那这个空间上的问题 比我们说的北京呢 也严重得多得多 包括电视上报道的 最近我也在关注 比如说这个玉门市 实际上它有一个老的那个老城所在的那个部分 有大量的这个房屋 都是整个一栋楼一栋楼这样的控制 当然原来都是住着石油的产业工人等等 当然据我了解他们 政府也在有一些鼓励的一些政策 一个单元楼里面的房子 它保证水暖电是通的 每年两千块就可以住在那一户里面 我刚好这个认识一位天桥大学的硕士生 他拿这个玉门市老城这个部分 作为他的这个硕士论文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的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 或者说所有人口流失严重的地方 这种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国家世界上你如何来做呢 当然我们也没有系统来做梳理 就是你这样的空间是拆还是不拆呢 对吧 然后中国的这种房屋的控制 因为中国的住宅的形式 是这种多层的集合的住宅 对吧 单元楼这样的模式 把楼塌楼 很多人住在一块 对吧 他和我们在修带上看到这种独栋 这样的一个住宅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人少了 你把它拆了 你想住一想 你所住的这个单元楼里面 这人少了一半 对吧 你这个楼该怎么办 对吧 那你肯定要照样供暖啊 供水啊 那这个怎么来做 对你也不能够说你赶紧搬家吧 对对对 所以中国我认为 收策城市应对这种控制问题要更难 因为我们比较独特的这种住宅的这种形式 多层这种中高密度这样的模式 类似我说的 人少了一半 你是拆还是不拆呢 比如人走了80% 还剩20%住在这个楼里面 那我估计就可能要有一些政策 或者对策 反映中国的这种东方的智慧 比如是不是可以有些住房屋的一些置换啊 对不对 比如说你那个还剩20%的人 来鼓励他们换到这个旁边的那个楼里面 说把这栋楼我把它拆了 或者是我就不供暖了 不供电了 冬天我就不维护了 政府成本也少一些 其实这个类似于快过年的时候 在一个学生宿舍嘛 对吧 比如让有个学生 就是凑到一栋楼里面去住 对吧 说这栋楼我就不供电了 或者不管理了 不打坐卫生了等等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有点类似 就总体上我认为应对控制 这种中心的模式还是很不一样 它建筑的形式不一样 城市形态不一样 对 所以造成我们这更难 我认为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2013年的时候说起 说经历了几次人口普查 能够看到这个趋势 所以如果我们再往后预测的话 就的确是更偏远的 更小一点的城市 它一定会向更大一点的城市转移 可能是不是最终的形态 就会大城市越来越大 然后可能更加偏远的小城小镇 就不见了 就会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中国现在城市化率60%多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 就UN Habitat 他们对世界各国人口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的预测 中国的人口总量应该在 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 2035年 对 还有十几年 达到峰值 然后人口就发生下降 未来人口会不断变少 对 所以总体上 然后这是总量方面的 就未来人口可能 总量上也不会怎么增加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城市化率在上升 就造成城市人口会变多 农村人口越来越少 最后一个特点是我认为 它又会造成什么呢 还有一些交通技术的进步 像我们刚才说的 高铁的发展 把人都系到大城市 所以现在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 就当然我也支持了 未来可能真是一个 就是一个星球成城化的一个时代 大城市呢 会越来越大 小的一些城市呢 可能会收缩啊 萎缩 甚至是 这个消失啊 等等 所以我现在 隐约的有一些 就当然这是个人观点 实际上我们也做过一些预测 我们也受过某一个 这个基金会的资助 预测中国未来 2035年的人口啊 还有2050年的 这个人口的分布 那个里面至少也反映 中国未来可能很多 有些城市达到 三四千万人口规模 当然我们要控制 大城市的发展 三四千万 北京现在多少人口 北京是两千 这个五六百万 差不多这样吧 可能两千三四百万 OK 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未来大城市呢 会人口越来越多 或者是超大城市变成 有一些 现在我们看到的 很多中小城人口 确实还会持续的人口 在变少 这个是我们用一些 模型推演的方式啊 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说 未来可能人口收缩 还会再持续 范围呢 可能会更大 程度呢 可能会更深 有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两极 大城市更大 然后小城市就没了 对 所以这也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未来 可能并不会是 斗中心的 平均化的 这样的扁平的 这样的模式 我认为未来 可能会是一个极化 polarization 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这个大者 强者越来越大 弱者越来越小 这个其实就属于 一个常委的分布嘛 这个越来越陡 我认为像个人 这个每个家庭财富的持有 也是 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包括现在很多行业 也都说这种头部效应 对 对 头部效应就是 强者掌握了 大量的一些资源 各种 那可能就会出现 二八法则 80%的人生活在 20%的地块上 对 不管二八 有可能会变成 就是要来是二八法则 我认为可能在未来 十年 二十年 有可能变成 一九法则 都是有可能的 对 认识一些搞金融的 他们说基金经理 这种可能是 10%的人 在操纵着 90%的盘等等 剩下的90% 操纵另外10% 如果这个是现实 是未来的 不可改变的一种模式 那这个我们 我想针对收藏城市 城市控制 应该是有很多事情 要研究 从学术研究上 从政策上 对吧 从工程上甚至 比如说防护 中国这种一体格住宅 如何来拆除 如何低成本的 把它给拆除 对吧 还有社会上 如何来 这个更好的组织 让人比如说 都搬到一个楼里面 那栋楼 我是拆了 还是不拆 还是养蘑菇 对吧 那这个都是一种可能 因为生动机器 其实之前还做了很多 跟就是动物保护 相关的议题 其实之前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跟动物 到底怎么能够 和平相处 现在就是说来 就是其实城镇收缩 就小的城市收缩 或者乡镇收缩 其实反而可能 对于动物保护 是个好事 因为就能够把人 占掉的那些地 还给野生动物 就他们可能 栖息地就能够 变得更大 然后人就待在 更加舒服的 人造的环境当中 可能人也比较舒服 对 这是一种可能 我推检的时候 也讨论 对吧 生物多样性的改善 再回到城市空置 这个房子不拆呢 有可能留给动物 留给自然 可能你不拆 这个一段时间之后 也被植物所覆盖了 那有艺术家 好像做过这种电脑模拟 说多少年之后 空置的城市 会是什么样子 藤丸覆盖 对的对的 有可能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 摄影师 专门做废墟摄影 还做一些展览等等 昨天我们的同事 还进行了废墟 那个探险 就去看北京城里边的 废墟是什么样的 对 所以我想未来会呈现 这个方面有可能会变得更广泛的存在 我推测 对 人的社会经济属于也在发生低化 对吗 可能总体上会有些平等 最低的保证 当然可能这种因为工业革命 信息通信技术 财富的积累 可能也会让发生一些 这个差异化的变化 那这个 对 所以就带来现在很多的讨论 这个生了不能养 生了养不天 等等 成本过高等等 所以这个 我还是持些 不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不过可能就是反过来说 就如果说未来趋势 大城市越来越大 然后包括现在 可能城市当中年轻人 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很大 那未来城市究竟是怎么组织的 居住在城市里的人 生活状态究竟是 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 可能也是城市规划 还蛮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吧 对 这个很需要考虑 就除了收作城市 当然我们实验室研究收作城市 也主要从技术的角度在研究 比如说用一些大数据 人工智能来识别 评估的空间表征 怕哪个城市人少不少 用一些夜光 用摇杆 用一些大规模的这种 这个位置服务的一些数据来做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用一些 这个新的一些这个方法 来研究收作城市 哪些是哪些不是 它的空间表征 空置如何来客观来评估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实验室关注的 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 我们非常关注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对于我们人啊 空间啊 城市啊 社会的这个影响 对 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未来城市 这是到未来城市的 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样子 现在不是甚至还有一些数字游民 对吧 数字游民的这样的一些出现 还有很多人就 还有微工作这样的模式 比如说我如何来生活呢 我给十个公众号来打工 每个公众号 我每周给他写两篇文章 对吧 每个公众号给他这个一千块 对吧 那他一个月挣一万块 就可以养活在自己 那这样的人就可以 不用住在大城市 他可以住在小城市了 对 所以至少现在 有两股这个力量 在改变城市人的选择 住在大城市 住在小城市 比如住在小城市 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个小城市里面 做翻译 我们实验室也用比较 不错的翻译的公司 发现他们公司 很多人都是住在小城市 但是翻译质量也不错 所以至少我认为科技革命 也带来一些可能 就是让住在一些小城市 也可以生活的不错 对 数字游民很多人在海岛里面 对不对 海岛上面 东南亚等等 就什么是工作 对吧 在哪工作 和水工作也在发生很多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改变 就是选择大城市 还是选择小城市 选择收子的城市 还是选择非收子的城市 但是另外一个 我也非常担忧的是 可能这种呢 可能是一个小部分 整体上的还是不可改变 对吧 就是未来可能还是一个 更极化的一个世界 对于城市的 我觉得是 就特别是当 就像我们做的这个工作 其实应该是创意型的 感觉我之前抱着 不切实际的幻想 觉得我这个工作 应该是在哪都可以工作的 后来发现所有的工作 还有所有的产业 它全嵌合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最后是定在了北京 然后办公室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跟各种各样的缘由 就甲方在哪里啊 或者我们的嘉宾在哪里啊 还有我们的同事 他们更多在哪里 然后远程工作会有什么问题 最后决定了 哎呀 还是就待在北京了 我们实验室也在做一些 这样的思考 对这个有可能 最终造成结果呢 是更多的人在一些大城市 但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多了一些选择 对比如说 我经常这个感慨我自己 我说我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工作 对吧 我可以在交通工具上工作 我可以出差 我可以度假的时候在工作 对吧 玩的时候也是换个地方来工作 对吧 所以这个我推测 是给在大城市生活的人 多了一些选择 但是还是挺难 让大城市的人 真正的这个离开 再回过来说 这个很多人说 这个我要去世界看一看 对吧 最终看成什么样子 有网络上 也有一些这个追踪 这个回顾等等 对所以也蛮有意思 看完了之后又回来了 对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种推测吧 当然我们不做这个研究工作 当然确实人在大城市小城 有两股力量再来 或者收着城市 非收缩城市 有两股力量再来推动 所以你研究了这么多的 那个收缩城市啊 大城市 你自己最后的选择 还是待在了大城市 是这样的 然后同时 虽然我还是挺 向往一些荒野的 一些这个生活啊 对吧 休闲啊 对不对 但是这有的时候 我也和我们实验室同学在感慨 或者和我们通行 所以你看只有在北京 我们才能很快的就组织提了 有30位专家一块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因为大家都在北京 对吧 你可能在上海 在广州都很能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 这就是产业的力量 对 就至少这是从学术研究的自己角度 对吧 就当然我并不是历史广州或者上海 当然我个人非常欣赏广州和上海这样的城市 我认为在城市品质生活方面 要远远超过于我们在北京这样的模式 对 对 我觉得不同的城市 它的产业的确是 就组成这个城市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就比方说如果做外贸或者是那个出海 那在深圳肯定是最好的 最合适的 可能跟制造业什么相关的 也许长三角更合适 你现在要做电商要做网红 肯定是义乌呀杭州呀更加合适 所以产业这个东西的确在塑造各个城市的面貌 你说像老的资源浩劫型 就是因为产业变了 对的 就总体上现在这个人 这为什么留在城市 对吧 这学术上有很多争论 有很多debate 对吧 说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有很多 说距离有没有消失 你觉得距离有消失吗 这个距离我认为到现在也应该是没有消失的 当然这个不排除未来无人驾驶啊等等 的一些成熟 对吧 比如我也经常和一些朋友讨论 说有一天无人驾驶 我不会关注我是住在三河 还是住在北京城里面 有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无人驾驶车上 我睡一个半小时 睡得更好质量 我觉得到北京城里面都不一样吗 我就没有必要来支付 城里面非常高的这种租金或者房间 对 所以我想 总体上我认为未来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 第四次科技革命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对 比如说什么是工作 在哪里工作都被重新定义 你在交通上可以活动 你在活动中还可以移动 这就重塑了这个地理空间的一些这个约束 对吧 因为原来说距离有没有消失 然后最终有很多讨论 开上很多区域量 或者菜仰家说距离可能消失了 我们在哪里都一样 对吧 都是打电话 随时都可以随便打 对吧 拍电报 随便拍 对吧 距离的都是可以的 后来发现距离没有消失 但我认为这有可能是中间的一个阶段 可能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距离只消失了一部分 随着自动化呀 高速运载工具的一些改变 对 这都不好说 或者是VR AR这些东西 虚拟现实 对 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实验室开会 有同学在线上 对吧 有同学在线下 线下同学说话呢 坐在角落里面 说话声音也没有那么这个清楚 线上同学反而说的这个特别 对吧 特别声音特别响亮 有的时候都迷失于 这个哪位在线上 哪位在线下 对吧 现在我们用腾讯会议用Zoom 对对对 有时候开会就是这样的 现在多少天我们和腾讯在讨论 他说现在90%的会议都是混合的会议 都是hybrid这样的会议 对是 您来之前我们刚开了一个hybrid的会议 一些在线上 一些在线下 对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对未来 收拾城市啊 城市啊 人的生活面貌 做一些结论可能还未处过早 对 因为我们如果拿现在 这个在反推过去十年 或者十年前的你来到当下 所以很多都刷新了我们的概念 对对 所以未来收拾城市呈现的面貌啊 控制怎么应对啊 很多可能都不一样 比如有可能网红里面 在一个废弃的建筑屋里面做直播 对吧 然后在各种 可能会有一种新的可能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美国 袖带啊 或者是发生的事 因为中国已经预计到了 可能会有这样 反而不会那么大规模的发生 对这个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OK 对这个不好说 至少发生的场面可能会不一样的 对 因为我们城市形态的模式不一样 对 他们是低层低密度 我们是多层高层高密度 对吧 我们是群居的 很多楼人住在一个单元楼里面 他们是一户住在一栋住宅里面 嗯 所以你如何来应对 这很不一样 对非常不一样 对是 然后可能的确两年五年是一个 还是蛮短的一个维度 对的 所以我们用有限的这个眼光 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研究工作 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说 我们如果真的能把它研究那么透彻 那我就直接操盘了 对吧 很多有时候一些地方领导也问我 说这个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对策来应对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 我说我如果能回答上来 我就不再听话当老师 干这么辛苦的工作 胜过巴菲特 对啊 我就直接操盘了 那我这个掌握的财富 声望 那个各种 那绝对远超于现在了 对 所以刚才很多我说的讨论 那还是有限的 个人的认识 我们城市科学 总体上还是出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 对吧 我们对城市系统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的 这可能不得不说 对对对 秀态的形成其实也是发生了几十年 最开始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体感 对的 就总体上我们还是 对于城市系统 还是一定程度上是无知的 对吧 只是我们致力于稍微的来 擦拭擦拭 来认识一个角落而已 所以我感觉我们可以立个flag 类似于隔个三年五年 我们再来回头再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说不定就已经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参照物来看一看 原来之前的一些判断 其实当时是没有看到的 对 最近我们拿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和一年和六谱的时候 做对比 在对比一三年我们画的那张图 就是五谱和六谱做对比 对 我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感受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不一样判断的地方吗 对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仔细的把 这些新的人口普查和六谱做对比 我们只是画出图来 还能做深究 但是一看这个格局还是很不一样 当时人口流失的地方在哪 现在人口流失的地方在什么位置 就不太一样 已经不 非常不一样了 对 也不是非常 就是有很多不一样 当时流失了百分之多少 现在程度可能又不一样 我推测背后原因也会不一样 好呀 那等到您研究的比较彻底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一说 可以 那我们 对 拭目以待 好嘞 好嘞 那今天非常感谢龙教授给我们讲这些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然后来询问 好的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一块来聊 好的 多谢 我也很荣幸能和诸位做这样的讨论 好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再见